目前雷古洛斯的第一集也播出了 如果说除去版本吃输的情况 那么D60的实力大概是一个什么层次呢 小金牛当时又是一个什么层次呢 今天阿泽就带你深度解析一波这个第一集啊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 时间线 那就是雷欧在D60的那段时间究竟是在哪一段上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雷欧上的装饰和故事线的发展 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一点啊 在雷欧刚开始在D60行星上对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雷欧的手臂上没有奥王披风 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后 R77星云被马格马西人摧毁 阿斯特拉也带上了他特有的腿环 被绑在了马格马西人的飞船上等待着被卖钱 所以这段极短的时间内 好几件大事情正在执行 第一马格马西人入侵R77雷欧跑去地球的时候 D60也被入侵了 而在D60抵抗马格马西人的军团时 雷欧也开始了他的地狱魔鬼训练 包括战母献鱼 用吉普车创来断裂扛冲击能力 踢脏瀑布来断裂自己的雷欧飞踢的威力 在马格马西人第一次入侵失败之后 D60的众人开始疯狂训练 雷欧洛斯修炼赤龙百虎圈的时候 雷欧估计那会儿正在扛飞飘呢 虽然雷欧洛斯后续的剧情还没播出 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的预测几个剧情啊 第一 因为在设定上拯救阿斯特拉的是奥特之王 所以在雷欧洛斯后续的剧情中 奥特之王或许会参战 打沃鲁钢或许不太可能 因为沃鲁钢是留给雷欧洛斯的反派 不可能也不能是奥特之王杀的 所以阿泽推测一定是等到沃鲁钢和马格马兄妹二人 等阿斯特拉完整的出售出去 这样阿斯特拉会在其他人的手上被奥特之王救下 我估计买了这个人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果的事啊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因为在最早期的设定中 阿斯特拉的头型和雷欧是一样的 是有脚的 但被马格马西人做事件砍断了 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真的很过分啊 贩卖人口一向是重罪啊 大张伟出外 与完了时间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战斗力分析啊 虽然没有交战记录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比较清晰的通过对比法 来知道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啊 雷欧在那么多年前与雷古洛斯交手 是因碾压的姿态完胜 此时的雷欧还没有经过散文的地狱训练 雷欧飞踢连马格马西人都踩不死 实力大概处在一个光主国对不入流的那个级别 也就是搞笑私人主级别 而那个时候连雷欧都打不过的风不追雷古洛斯的人 则可能只是一个杂牌2的佼佼者级别 包括马格马西人入侵第60的时候也能轻易的看得出来 几个徒弟都是打杂兵的角色 还有雷古洛斯在轩暗下面打杨国的鸟那一段 还有雷古洛斯在轩暗下面打古厄巴萨那一段 也是被古厄巴萨吊着吹 然后高手就出来救人了 授予了雷古洛斯九阳神功和乾坤大冬衣 不管怎么说呢 雷古洛斯打不过古厄巴萨 古厄巴萨说八蛋就算是迈干进化了 变成魔古厄巴萨也只是被欧布随意拿捏的菜品 而雷古洛斯在第60行星也基本属于TE级别的战斗力 在他之上应该就只有他的几个同盟了 他打不过古厄巴萨 不过陈凡倒是可以打败古厄巴萨 但也没能做到秒数 所以第60上的尖端战力大师就相当于奥特之后吧 陈凡和王校约等于奥特兄弟 下面的学术就相当于搞笑 然后第60没有杂兵 没有科技 根本无法在这些搞笑级别以上战斗力的单位 形成任何有效的评论 所以这个第60别说什么宇宙最强的权法方圆力了 我感觉巴萨萨星人一胎就能毁灭第60至少一百次 巴萨萨星人一次会产一万个蛋 也就是说 他有9999个弟弟 至于说到小金牛的战斗力 也就是那个潜伏的迪亚斯 在剧中的表现来看 就是那种拉款到极致的那种 我们都知道 小金牛再怎么说 也是阿布索尔特一族的领导人之一 实力十分强悍 哪怕他现在没有高力破牛权 那也不是小小的马格马提都可以吊打的 所以出现了这一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众所周知迪亚斯最后是拿到了那个雷霆大师的高力破牛权的 再加上迪亚斯在这个第一集中的表现 以及雷古罗斯在奥特银河格斗三中的表现 基本可以断定小金牛对雷霆大师动手了 但目前根据剧情来说 雷霆大师现在是没有战斗力的 所以在马格马先人和第60决战的时候 应该是在加修养身心 然后迪亚斯就把老家给偷了 杀了老祖宗抢了女主水牛 这个战绩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个垃圾对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老头动手 但这个阶段的小金牛能拿得出手的成绩 也就打马格马杂宾胜利 还有一个扛了沃鲁钢三圈 这两个战绩都咋敌 首先打马格马杂宾的时候 拳脚功夫基本没有 招式基本没有 只知道上去硬钢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地方小金牛在野 我觉得这是真实实力 为什么这么想呢 首先这个是在昭和时期之前 日子真的很久远 小金牛当时可能真的不强 其次小金牛是在什么时候问灵男的 是在雷霆大师身受重伤之后 需要各位加强实力的时候 才问出的那句哪个宇宙话说最强 再加上之前激励雷古洛斯的时候 小金牛也用言语表达了对大师的忠诚 我们看银河三众的剧情 小金牛并不是那种会玩慌慌肠子的人 而是一根筋的人 骂得地狱零都快没了 你那破女座水牛还藏着呢 快给老子叫出来 老子给你守第60 或许这才是小金牛真的的想法 当然了这些都是阿泽从版本拍出的第一集中推测的 阿泽怀疑版本想要洗白小金牛 毕竟小金人和小金剑都是要洗白的嘛 光小金牛死不太现实啊 阿泽在这里敢赌一包辣条 如果雷古洛斯奥特曼第三集小金牛还没洗白 我就认输 不过呢我并不希望版本洗白小金牛 小金牛洗白了 这不再是那个纯粹的坏人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没脑子好人 这可是对几方战力的一大虚弱呀 要理智啊他们 好人啊